职业队伍的 对 来看一下双方进行幻灭之后 也是选择暗掉了先知 那这边的一强怎么说 因为如果说知道对手是 大概率套约瑟夫的话 是要去进行一个针对的 对 还是拿出了前锋祭司 这两个角色的话 打约瑟夫都是比较厉害的 看一下他们第二个要怎么选 是的 第二个班妹的话 其实有点难给 班掉了一伤 不让你打针对 这样的话 给到球者的一个操作红标 可能就是偏向于控制类型的角色了 对 感觉他的话 有没有考虑说哪一手心理啊 心理的话其实不一定好用 但是打约瑟夫的话可以考虑 对 因为心理的话 他有个好处就是说 他就算自己的镜像被挂了 我可以在倒地之前 先把队友的状态回满 掏出了杂技 这边的话是没有选择 进行一个角色上的针对 看一下另一手 第二手 要不要补一个控制 医生已经被扳掉了 是的 就要么补回状态 要么补空 要么就是补破翼 可以选一个冒险家 冒险家可以 但是冒险家有可能会翻车 就挺针对约瑟夫的 但是不一定稳 但这个阵容的话 其实对于约瑟夫来说 我是无视你的 对 约瑟夫的话比较喜欢 救人位多的一些阵容 是的 因为对于他来说的话 我打你一刀 你不管是什么救人位 我都是一刀刀 对 约瑟夫这个刷点 医院这个图的话 有可能会说多砍几个 其实盛世医院首抢医生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这边也是 就是名牌约瑟夫了 对 两边的话都是 好像知道对面要怎么选一样 这边名牌约瑟夫 那边搬医生 对的对的 那怎么说呢 这一手绝活的话 就是非死即伤了 因为约瑟夫这个竞争者的话 他基本上不是一个三抓四抓 就是一个三保四保 对 很难去平局这个角色 是的 而且约瑟夫的话 你要看看第一波能不能捡到 有的时候一些对局 约瑟夫这把对局直接减两次 没法打 对的 这是一个上线足够高的角色 但同样他的一个下线也足够低 对 好像幻神都那样 嗯 他的话也是前期三幻神之一啊 是的 且越南的约瑟夫其实成名也比较早 嗯 主要是 他能否在比赛里去发挥出 他平常训练跟排位的压制力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现在面对的队伍呢 是职业战队 对 而且是一个四黑的职业战队 是的 在信息差减少和沟通配合增多的一个情况下 约瑟夫的一个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对 而且约瑟夫的话 这把还要考虑带一下传送拼一把 还是说直接带闪现 那带闪现的话 如果被救下来 有可能就是一百多秒之后的节奏了 是的 因为职业战友他们的一个基本功 其实很难在空地去给你走路到的 对 所以说对于越南来说 这是一场挑战 是一场恶战 对对于求生者来说 他们也可以选择在镜像里面进行一波牵制 板子可以循环利用 是的 不过对于约瑟夫来说 他也有一些他比较特殊的节奏点 就比如说强行去挂在第二室 对 或者说利用这个镜像的进出制造时间差 对 但他们的话因为选择了一手前锋 也可以有打法 就是说让前锋全程去跟着约瑟夫 这样的一个打法 这个玩法的话 确实是有的 是的 那现在的话进入到比赛画面 本场比赛 AT的监管者对战于本的求生者 有解说安家 名指 为大家带来COA的实施赛况解说 感谢观看 这个位置的话拍照是秒拍的可以注意 那么这个刷一点如果说它记得比较老 这波应该是能打到两到三个镜像的 是的 而且初初的话它是一个接拍的状态 就是对于约瑟夫来说这张图肯定是秒拍最好 为什么 因为球者的一个位置比较固定 看一下 这边前面是知道脸上有个人 第一刀拿到非常的快 几乎是没怎么找的 毕竟也是一个比较老的约瑟夫玩家了 熟练都在这里 看一下它第二波的一个找人速 看一下 微波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它是让前锋过来一直欧逼啊 对 进行一个耳鸣的干扰并且是不让你去有一个双挂速度 但是前锋跟的前提是在于它的镜像不能被找的 对 感觉这里能砍到 这边的话意识非常好啊 这个刷点记得比较老 看一下挂第二个 那这边如果说双挂很有可能进行一波剪 如果说能捡到人的话 对于约瑟夫的节奏来说肯定是起飞的 是的 极限挂上 没错 它只要出了就挂一键就能挂上 那么 看一下两个人倒得比较近都是在废墟的位置 对 四个人现在在同一条直线上看一下 越南这边的一个走位好像是直接能够排查到 对 先摸一个自棋比较慢的 然后让自己比较怪的出出自棋 这摸起来一个 直接穿越医院一整条直线过来 怎么说 右手边自己自己起了 那这里看能不能吃出闪现 非常关键 一定要把约瑟夫这个闪现给它砍下来 但是地下室的位置是不是在小木屋呢 不在小木屋 地下室在医院 那么对约瑟夫来说是有一点伤的 这边翻窗加速去进到医院 其实越南的话追击只能去依赖这个闪现了 是的 而且地下室的话一直要交动去拉一个距离 是的 这一波的一个捡人的话是比较可惜 就差一点点有捡到 对 直接拍呢 这波是接拍了三个 看一下第二波的一个镜像节奏吧 现在把二接开起来 也知道祭司这一局是没有自己了 是的 而且这波的话因为废墟跟女神像 其实是卡了三个决生者 是的 刚刚前锋能摸满 所以废墟至少有两个 是的 那看一下 第二个人 找到了吗 看到了 在脸上 好 先打财吗 这边是选择再进行一个双华 还是找第三个人 哎 好像是庸民也能找到 那四个人都是一个双华状态 这一局的话要进入双华的控制奏了 是的 全部的状态都不是很健康又没有心理 是的 虽然说第一波镜像没有击倒求生者 但是这个第二波 你求生者的大部分 就是全员状态都被打财了 是的 所以他们的话还要进入到一个双华节奏 现在要保一个祭司的火种 让祭司等下摸满 是的 废墟是让安静的杂技来卡 但是这个有约斯夫 然后他有闪现 这边的话他一定要扛住这波压力 在队友摸满之前一定有 拉开这个闪现距离 不能被闪现击倒 现在压力非常大 给到杂云 这个舞台 怎么说 直接被逼掉了球 那前面这个位置很危险 对 这个墙体很薄 看一下越南 现在确实的是视野高强 利用卡视野直接闪现过来 被封住了技能 但是没有用 一刀带走很聪明 是的 身位还是太近了 那这波的话能不能摸一下状态呢 这就是经验老道的约瑟夫玩家 那现在佣兵起来 祭司和佣兵进行一个调整 但是现在也不能太乐观 因为第二波就后来还是有一个26的机会的 对 而且现在的话 密码机是只有两个半台左右 是的 而且这一局的话 因为有前锋的存在嘛 所以说 约瑟夫的话 后面的挂人也不会特别的舒服 是 现在的话祭司是继续在调整状态 是的 但约瑟夫他手里的一个擦刀速度非常快 看看有没有双脑机会 现在优明还是拉走了 一个白球过窗呢 现在有机会牵制起来 因为废墟的板子是只用过一块 是的 不好追击啊 现在的话 控制续追击 要考验双方的一个基本功能博弈了 但这边可以注意到 约瑟他带的是一个慢踩板 慢踩板的约瑟夫追击能力是非常弱的 只能通过二阶进行回溯卡牌 丢了个球 是的 封住了他的一个直线伸道 看一下右边绕过来 但是这边已经进入到了回排的一个轨迹之章 还在互相片 是的 这里很有可能被回到脸上 看一下砸亿员这边能不能预排到他回溯位置 直接回排 差一点 身份还是差一些 对的 而且砸亿员手上好像是极限翻过去 然后他在等待这个红球的铲出 对 这不的话是预览比较擅长的一个去镜下里面套路求生者 对 但是的话没有拿到刀 而且红球出了 这样的话他可以通过这波红球转进医院 但他选择在板区这个球交的速度非常快 那现在的话虽然封住了一波技能 但是这种小短板还是不太好去博弈啊 但是陶行的前锋已经到位 没错 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 在下前锋这边 博弈到了 没有打到这一刀 恶惜啊 还是差一些 安静这边的基本功还是相当可以的 还要回牌 在这位置再去旋转的话 应该是要被回牌去逼住位置了 有序刀 有没有打到 但是陶行这位置直接站了出来 刀下留人 强行扛了一刀 让安静转到了医院里 因为现在安静已经上过挂了 而陶行是可以接受被你打一刀的 对 但是安静的话因为到了医院 所以也不太有追击啊 这不要不要考虑拍个照啊 是的 但是虽然拖了这么久 密码机的一个进度也没怎么修 现在场上还差两台整 先拍个照 可以注意到闪现还差十秒钟 一定要抢在这个闪现去接第二步 里头 因为破坏加速已经出了 找到游民的镜像 但这一波 如果不选择在现实里去将球者接到的话 很有可能 因为破坏加速的加持 密码机会掉得非常快 对 而且还有个问题 祭司是满状态的 这波你想要找到祭司的镜像也不太现实 没错 只要有一个满状态就可以救人 这里要不要钓鱼执法 先往外去拉 捏着牌 捏废墟这边的话 修路的话是在医院里打了个洞 对的 可惜 这个位置的话贴过来 但是祭司这一刀不好拿 进行一个穿越 这个闪现已经好了 没有一个预判 它是回溯预判祭司 回头 但是 但叔叔很细没有被套路到 对的 没有预判到 这一波的话有一点花里胡哨的 看一下它后续的一碰场处理 选择回到医院里 回到了安静的杂静 赶紧闪现实会把他带走 可以注意到 这一局的医院里是有地压师的 所以赶快把这个板清掉 直接过来地压师里 先稳住一个飞行节奏 是的 而且安静是一个挂过的球双肘 是的 而且祭司的动弹 可以注意到 没有现在的话强盗的这个空挡 这样的话节奏有点到了越览的手里 是的 这一波抢车非常尴尬 因为傭兵倒在地上 刚好这个时间点不够 对 可能要去把杂菇员给卖掉了 这一波进到医院里的话 没有防这个回牌是有点失误 是的 那祭司的话其实也是刚好有一个洞 是的 现在他攒出了唯一一个洞 但是如果越南在上面发现 他两个人可能都出不来 哎 选择跳下来吗 想卡一个时机 有没有机会 越南这边有注意到吗 他知道 他闻到了这个气味 预判在另外一个位置 但是这个淘汰进度 难道说不打算救了吗 还是选择了卖掉 卖掉 卖掉的话是比较薄稳起见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 对于约瑟夫来说 他可以慢慢控场去拖他的一个闪现 是的 且这波的话已经是大概知道祭司的镜像在上面 就在上面去拍查到你祭司 对所以没有办法去保一个满状态的祭司了 看一下能不能定到 这边的话出出躲的位置也是比较刁钻啊 没有被找到 而且出出的话他是一直在镜像里面跟约瑟夫去绕 是的能够去架住你回牌的一个指向 对 从楼上跳下来 那这锅应该是选择去偷袭 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偷袭的机会 场上密码机是还差最后一台 两个人迎面撞过来 但是逃圈回头了 选择极限去打前锋 想把前锋挂在原地 那挂的话是很有几率会捡到前锋 现在他选择他是没有去挂人 反而是管一下密码机的感觉 对的 他现在的话比较在意这个破译速度 对 而且你现在不管的话 出出是已经到了医院里面想卡一个回牌 判伤啊 其实如果说这波能把祭司给打残的话 再把前锋挂上剪椅 那没有人能救人 他只有大概率能赢 但是他没有把祭司给打残 所以导致求生者一直有一个人能救人 对 而这里的话求生者已经在补状态了 来追到原点这个佣兵 佣兵的话有一个护腕 闪现也在手 这边的话他就是你不交闪现 我就不会弹 这个护腕可以不交 但是一定要去把这个闪现吃出来 而且那边的话 前锋跟祭司是摸满了状态 所以一会就可以救 稳了一手选择把刀具打完 那这样的话开门这样会变弱 拍个照 怎么说 现在的话这个节奏也不太好接 哎 找到祭司 但前锋现在也是一个满人 看一下剩下两台密码机要怎么修 没错 这边约瑟福 约览是掉了个头 直接嗅到了前锋 那么下一波节奏求生者就有点难顶了 这个密码机的话还是比较少的 那边的话他们在抢 踢抢的密码机 是的 把人挂在旅旋下 那可能他要出来看一下机子的考虑传送了 对这边的话是嘉欣卡在了废须的位置 是的 这边如果还不再还不出来进行一个传送的话 可能密码机就要压好了 而且这波的话其实陷入了一个两难的状态里 这个密码机是开还是不开 因为会回溯的 会倒退 肯定要开 肯定要开 那开的话脸上就是个佣兵 这个就是比较难受的地方了 祭司是倒地状态 佣兵也是倒地状态 哎呦没有来得及把祭司救下来 非常伤的 这边可以把佣兵直接挂上 不过祭司自御速度非常的快 这局的话可能还有宝贫的说法 对但祭司的话 因为他前期是交过自己 所以这波逃行一定是要摸 哎为什么不挂人 这边的话越览在想什么 他如果把人一挂手上有技能 这局非常有机会三抓四抓呀 对 因为那波的话 祭司没自己 前奉是一定要摸的 他是害怕你开门 那选择用回牌回溯回来 这样的话 给自己一个缓冲时间 先挂上佣兵 直接切传送 传的是出出 对他传的是小门 而且出出的话 那边是打过了转点洞 对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 就感觉对于约斯福来说 他就已经是一个比较偏平局的节奏了 对的 因为桃行的大门是已经马上点开 就差一半 他可能也是想保平了 感觉这一把的话是 可以赢 但是没有抓住最后这个机会 对 因为他手上有技能 他完全可以先挂人 然后再考虑 再考虑去压门 是的 因为最后那一波 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说是非常难受的 你如果不开密码机 密码机要倒退 对 如果你开了密码机 祭司倒地 没自己 佣兵在脸上又倒地了 就你开门这样倒两个的情况下 而且没有想惹能 第一时间贴门 其实他是完全不用着急的 对 不 不 不